就是我初恋我就能理解 就是你看很多年之后 我听我们班同学讲起这个女朋友 我才意识到 我连我们全班同学都没有同学了解她 就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人 那么当时爱的那种死去活来 实际上是爱的自己 自己的这个爱 不是就是我爱 我在想着一个人 我爱我给他写的诗 我爱我给他送的花 我爱我给他说的早安和晚安 你明白吗 那个都是表象 但是他是不是那个人呢 好像都不重要 不是说不重要 是你没有认知这个范围 我觉得 那现在你觉得年龄渐长 你的这个认知成熟了 我觉得会比较宽阔 对比较宽阔 这个每个人的年龄和对情感的认知 就是有窄到宽的一个过程 就你随着年龄增长 你肯定是越来越宽 越来越不狭爱 你能接受博爱 然后你包括感情的输出 我们说感情的输出 不算是按照常规说的这种感情输出 就是比如我有一个家庭 我对另外一个人也非常的好 不代表我背叛这个家庭 这个是个非常深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变化 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 我觉得是人类的三次革命 第三次重大革命 第一次是农业革命 我们摆脱了一种狩猎的局面 第二次是工业革命 让我们的生活速度加快 这次是信息加智能革命 信息革命以来 就是我们每个人接受的信息 远比上一代人要多的多的多 然后你所要处理的问题 要复杂的多的多 过去的人他夫妻之间非常单一 他为什么他就是一睁眼就这事 然后就是买菜做饭睡觉 就天天是这个 他感情他不会有更多的偏离 周圈的人就是邻居 邻居你多说两句话 都会有人指你后背 今天你社会不一样 你两人更不一样 每天这剧组一搭 一半以上你都没见过 对不对 你要跟这些人要生活 或者工作一段时间 那我们生活中天天遇到各种人 那么在这种人 这个在这种社会交往中呢 我们每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 都会跑偏 没有一个人一生中 每一步都是卖对的 我只是说我们生活中 每一步都是卖错了 只不过我下一步 能不把我卖错这个 纠正过来而已 一个人能在这个社会成功 是纠错的能力比别人强而已 你没有什么先知先觉 吃一剑长一剑 对对就是 我犯一错误我下回知道了 我知道救回来我不能再犯这错误 人在一个地方犯两回错误是比较笨的 但是马云你讲这事有意思 就是有时候人啊 我看你的书里还写 有时候人老犯同一个错误 我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很崩溃 很无奈 就是说咱吹一线长一剑吧 但为什么我这辈子就老犯同样的一个错误 你是不是还是不够疼 如果真的够疼 可能下次你就不会说 我疼到已经就是 我不想再有这种情绪出现 你比如说我永远 我永远犯的这个 就同样一个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坑 事先我都看到了 我也跟人都说了 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我都听了别人的 从或者周围种种压力 就告诉我你必须 行 好 我最后呢都没坚持 最后呢都掉在坑里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物以类聚啊 人以群分 就是说咱们平常要是关系远呢 咱要遵循世俗的很多规则 对吧 但是呢你看 你老会发现这个朋友圈 你比如小迅这个 我也是有这个感觉 就是大概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在一起啊 玩过 一起喝过 哭过 笑过 有过很多冒险的经历 而且呢 似乎大家混起哥们来 还真的就是 我也有这样的朋友 就是说你最后会发现呢 也未见得是他 你最后多年之后 你发现你的朋友圈啊 都是通过他认识的 认识了之后 你发现咱们都能玩到一块 对吧 咱们之间的这种意气也好 或者说感觉也好 说话的方式也好 怎么就那么对路 对 这就是团伙啊 对 他这个 他这个还有一个很根本的东西 是他的认知一定要达到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简单的说啊 就叫宽容 就是能够容忍所有朋友的缺点 不说优点你不需要容忍 对吧 那么 那么在这个 这个大框架下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就是利益之间的一个平衡 你是愿意索取 还是愿意付出 朋友圈里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团伙放大 叫朋友圈里呢 有很多人进圈呢 就是为了索取 谁也不是傻子 你比如我被谁拉进去的时候呢 我发现一个人对我很好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 如果他是真的好 我是能感受的 他是一种假象的好 我就知道他后面还有一件事 他会来求我 对吧 这个不是我不能帮你做这个事 而是我不能感觉到我被你利用了 这就很难过 因为每个人内心都特别敏感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小的 我们在说到 刚才我从朋友圈又说到那团伙里 那么这时候最大的一个快乐 是帮助别人 比如大家说 我现在有一个难题怎么办呢 说你看 这事撞我墙口是吗 我帮你办 我就有一道 马上就给你办了 你觉得特复杂一个事 我就是一个电话 是 那这个就体现了这个团伙的价值 对 真的 我觉得我现在心里还有那个 就是说最好的朋友 他是有个事求你 你也正好能帮上忙 特高兴 我都觉得有点像喝了酒一样 就是胸口有点热 有点那么个劲头 对 是吧 所以你看 这个很有意思 你比如说 我发现咱们这个朋友圈 有时候喝了酒之后 一介绍 介绍个新朋友 陈坤 往往有一句话 也是个性情中原 也是 也是个性情中原 这玩意儿你要真的从逻辑上讲 性情中原 按说也挺危险的 对吧 挺任性的 但是好像我觉得 不光是一个性情中原 第一个 咱们交往 不是索取别的 对对对 是性情之交 对对对 再有一个呢 往往也不是特low的性情 说实在话 这个人呢 他实际上是很敏感的 也很自省的 就很知道把事啊 把话呀 说到哪个分寸上 我觉得这样的朋友 太狠 太难了 对吧 但我想 他是迈过一块 你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 尤其我们这代人 年轻的时候 所有的团伙 都是不计成本的 都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 为朋友去打架 没有问过对错 也无问说为什么 就说被欺负了 就出去了 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历练 那这个是包括整个社会的 就商业社会的历练 然后就是各种利益关系 能够把这些朋友呢 就是亲属远近就分开了 过去非常亲的 通过事情 对对对 就分开了 然后迈上一个台阶的时候呢 这时候又又缩到原始状态 我不问利益 不是我非得帮你这事 要求你有一个回报 有时候人家觉得 你帮我一事 要这么大事 你帮我忙 我能不能怎么做 我说没那个意思 一点都没有 对对 就对我就是 有时候可能这事就很顺手 对吧 有时候你觉得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那别人就是这事 简单的要死 到我这就弄完了 对对对 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的 就就说了 咱们找不着词吗 还得叫那团伙里的 你会觉得非常舒服 多一次的团伙 他就非常舒服 你知道我现在有时候觉得 人跟人呢 真的是不同的 我们往往拿自己 去想象别人 但是你比如说 像小训呢 我就感觉 我生活里也见到有些人 要叫我说就是 每个人都是个能量团啊 你觉不觉得 有的人就是欲望没有那么强 有的人十点钟就困了 这就要睡觉 有的人三天三夜不睡觉 跟年龄都无关啊 年轻人都熬不过呀 那他这个能量啊 有的时候 比如说要是用在感情上 我的天 那就是你知道 我的周围朋友圈 就有些那个 我记得有个法国作家 就说过 他跟一个女人的 这个感情啊 使点劲 使点劲 他得等会儿 就是说他跟一个女人的 这个感情 我觉得就说的就是说 这俩人呢 闹了一辈子 就是没完没了 离了婚 又在一起 最后他有一句话说 我们就是彼此之间的刀和伤口 就是 其实要让我觉得 就像咱们 你看有些这个艺术家 你会觉得 他不消停 他就叫世俗人讲 就是他强烈的爱 或者说就不能稳稳的 就是这么待着 就是我就觉得 你别看他身躯瘦小 他这个能量啊 能量极强 你觉得你算作吗 不算作 我觉得我不算作吧 我觉得用作来可能 就是那个作的程度是什么 但是我确实不是那么稳定 对 我不是一个稳定的能量厂 但是你说我不稳定吧 我又有一个基础 其实我是挺冷静的 但是我百分之 九十 是 是这样子的 对 对 你觉得他能量比你强吗 你也挺狠的 不一定 差不多我觉得 对 就是我刚刚在想 你在说你说 你觉得疼的都不行了 你过一段平和日子 你会怀念的 不不不 你一定会小许 我们到时候再说 我跟你讲 就这个时候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说 比如说我的衰老 限制了我的这个能量 就是因为 不是 因为我为什么 不要这些东西了 因为它已经 就是说人的那种求生欲 就是说 就是我那个东西 如果再来 我估计我是那种 直接就趴那儿了 但是这个能量 就像我们说 我现在不可能 熬两天夜 对 我再去拍戏 对对对 老战士身体不行了 这是我做不到的事 对 我跟它相反 怎么说 我现在能熬夜变起盘起了 对 它以前是早睡早起 我们完全相反 我们完全反了一个哥 我特别神奇 我现在不知道 对 随着你越老 你的教会越来越少的 好吗 不是睡 不是睡觉那个少 我27岁之前 也不吸 也不喝酒的 对 他跟我一起拍戏 去我房间 全是果人 对 我在房间里面 都是打坐那种 都不爱跟别人说话 我去找他 我说快儿 你冰箱有可乐吗 我打开冰箱 全是果人 他们玩 这隔壁我也不去的 我特别 就是声色那种 反正就是有点 就是故意避开 反正我觉得 我懒得交流 我是懒得 过了到现在 我也能喝酒 我并且 我以前也是 早上起来要念经 打坐 做瑜伽 做一些热身 持续几十年 都是这样的 突然这两年 我跟小薰讲 我说小薰 我来了个新的东西了 她说怎么了 我说都不做了 这种形式 我不要了 我再试试其他 我尝试了好长时间 晚上熬夜 到两三年 没事 不止两三点 你现在 两三三四年 完了就 我在做一个观察 我在看 我到底在经历什么 就我现在还在做 这个阶段的观察 我早上起来 我就醒来这个 完了就以前的脑子 第一个念头 今天状态不好 我要装作好 不 我现在只要说 好累 好累又怎样 好累就这样 就起来了 就完全不跟你 那个劲儿相反 去了现场拍戏 就是累 比如这场戏 脑子看那个剧本的时候 应该是 咔这么演的 对不起 我去了现场的时候 我就是没劲儿 我觉得事实中 这个劲儿能不能演到 这个结果 会出现很多奇怪的关系 就不一样 就挺好的 整个人 体验 现在就 我就看 他们说巧妇 难为五米之寸 我觉得 谁管你 一定要做好菜 我就有什么 我就拿什么 就是接受了吗 我接受 对 是吧 和解了 对 我听他们俩的交情 我听着就特别羡慕 而且我特别理解 就是说 因为那个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 你想当年最早 我们跟那个 鲁豫和歌辉 陈鲁豫和许国辉 整天玩在一块 就说实在的 在一个房间里都睡过 当然什么都没 这就是好朋友 不用解释 现在什么都得解释 然后后来他们 就到哪种程度 就是好的 也是我爸爸妈妈 特别喜欢 有一次还挺伤害 鲁豫的 我记得 我妈跟我说 说你们都 处了那么长时间了 是吧 你怎么没跟他们好啊 我说我们 就没那个感觉 我妈还不依不饶的 说那要是 不是说什么 那要是歌会不行 鲁豫也行 为什么叫鲁豫 但是我就挺 你看啊 就好像有两种 比如说世俗层面上 男女两个像你们这么好 我觉得有任何猜疑 也都太正常了 对吧 可是呢 这个局中人呢 我后来有一个体会 就是这个语言的无力啊 就是你看 咱们给很多种感情 起了个名字 友谊 这叫友谊 这叫爱情 是吧 这叫闺蜜 这叫什么 可是我又发现 你真实的 跟一个异性的 之间的关系啊 那个丰富性 超过这些名字 对 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 我们就是友谊嘛 你觉得好像 跟马爷这个友谊 也不太像 你说什么叫邪念 我觉得也不能说 有邪念 但就是有一种 感情上的依赖 依赖啊 那这个依赖叫什么呢 他也就是朋友 友谊也不足以界定他 爱情更不是那么回事 你们有没有感觉 就没法形容实际上 现在唯一可形容的 就是一个中性词 友情嘛 既不是爱情 也不是友谊 那红颜知己 蓝颜知己 纯粹是友情 我觉得可能 大家还是倒推吧 大家都是感兴趣 就是异性的友情 或者是 比如说 阿妈欧狗跟你的感情 但是我觉得 可能是主动 生起这个情感的这个人 是否真的 我们假设一个叫爱字吧 我们很容易把爱情 变成是睡觉那个关系 或者是 我有一天跟我的儿子聊天 我们在聊到 我说他因为16岁17岁了 他说他要处朋友了 我们俩的姑姑也在跟他讲 你可以现在处朋友了 谢谢 他说 那爸我跟你汇报一下 可能我喜欢的女儿的样子 我说 儿子我们现在讨论一下爱本身是什么吧 我跟他谈了一个我的理解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对他有用 我说你一定不能不观察你的心 你观察到你的心的时候 你真正去爱对方的时候 先不要管对方是谁 你先拥有了你真实去爱的主动表达 你真正的感觉 你静下心里 你觉得你为了他 你不会去世俗不累 但充满着喜悦跟愉悦的时候 你真正拥有了爱本身 紧接才是这个感受之后的 下面的反馈 对方是谁 他是否回馈 过去就看中国写这个书画 有一个讲究叫熟后生 就是说你熟练了 比如说你演员 你演得非常熟练 气情上面都在脸上 这技巧 把面部肌肉调节的都很好 可是这只是一个阶段 再高一个阶段 你得像孩子第一次演戏一样 你还是有那种生 就是他们认识好的书画 你看又有一种那么个生劲 像是第一次那种欣喜 这个他能认识到这个程度 跟修行有关 就是我觉得就全来真的挺好 就是你来真心情的 你觉得他呢 他紧张吗 他演吗 他真吗 小薰是特别真实的 干嘛识眼色 没有 不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循环 螺旋是上身 我觉得坤哥说的这个 也可能是误解 但是好像是我能理解的 但是周迅的内心 我不是完全能理解的 我觉得他好像是 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他经常给我 亲生的 像我们你看能理解 小时候自卑 演戏的时候紧张 这都是能理解 然后克服 对吧 你是怎么来的呢 我也自卑啊 比着自卑是吗 不是比着自卑 你紧张不紧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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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紧张 我其实拍戏或者是什么 我还真没有特别紧张 你上台 比如不拍戏的时候 有没有过紧张 我紧张 有紧张吧 只要回到生活层面 你和我都会紧张 我以前比如说 我就避免不了 我要去参加一些活动 活动 对 然后我的方式就是 因为活动一般不都有酒吗 我就先去酒吧 先去放酒的地方 把自己喝 然后 就是这是一种放松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我 你好吗 你好 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我就不知道 画该怎么往下 所以因为我了解 我就知道跟他不用提问 只要干杯就好 就是 是不是这种简单能够让你 你看你只要一进了角色 你就不紧张了 你觉得那不是你了 我也不能说那不是我 就是说就是 现在就是说 我这几年能够很清楚的认识到 其实你说你完全转化成那个人 我觉得不大可能 因为也是因为你的认知 你的生活经验 你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才能有那个人吗 那换一个人来演的就是 应该就是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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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完全两个东西的 所以我就对这个演员的这个心理结构啊 我就特别感兴趣 比如说就是 像你看你的朋友啊 我们感觉就是 坤哥啊 黄爵啊 其实 你觉得 为什么你们会成为特别好的朋友 或者说要当你的这样好的朋友 你觉得往往有什么特点 我觉得他们都挺诚实的 而且有那种善心的朋友 还要有颜值 我一直在说我是 我自卑就在这儿了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万贸协会 不是 有 我是因为是觉得 就咱们上一回不是聊吗 他从小看电影 你知道吧 他有点 你看 我生活里的故事啊 是不是说这个男的 也要像男主角一样 有没有点这个感觉 没有 他刚才说的一个很重要 就是诚实 诚实是一个 内心的感受 就是我觉得你诚实 你诚实不诚实 对我不重要 是我 我感觉重要 我如果感觉你很诚实 我就交往中就特别放松 如果人内心特别敏感 突然有一天 你发现你对面那个人不诚实 你那门自个儿就关上 对对对 你马上就 很多事就不想说 这就叫真诚 真诚 对就真诚 真诚无敌的 真诚的好处是 容忍对方的一切毛病 对对对 我有很多朋友 就过去朋友就特真诚 就是那么多年 就毛病特大 毛病大到什么程度 就他到我们家玩 每回都偷东西 每回都偷 偷完以后 他回家给我打一电话 说你没看住我吧 今儿我拿了你这好酒 那叫爱好 对对 他知道就是 你也不能怎么着 对不对 这朋友们 就都能容忍 我发现了你这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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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看住我 你这好酒 我发现了你这好酒